今天天气好晴朗 处处好风光 在这个茉莉的郭先生 终于回到国内的世界 想想就让人激动紧张又开心呀 因为看到拿出离婚协议书的郭先生 探长就知道 茉莉距离喜提单身生活不远了 没有爱情的婚姻 结局就该如此 抱歉 何来亏欠 我更给就甘心 随同甜蜜 是从前的我们 在何才 你给我的 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 离开也很体面 才没辜负这些年 爱的热烈 认真付出的画面 别让真面 毁掉了昨天 我爱过你 迷落 干脆 但是 居然被称为女神 恢复单身状态的茉莉 依旧魅力十足 必须惹得无数男神 请折腰 找一个最爱的 深爱的 深爱的 亲爱的人 来告别单身 时刻陪伴在茉莉身旁的 小鲜肉男神 正式从美国归来的 戴尾 一个拥有大长腿 高颜值的海归男生 那我应该叫你 Mori 你在纽约的时候 跟在这里 一样好看 看来小哥哥也是很清楚 温柔的杀伤力 不仅能十个尾巴 还能抓住机会告白 勇敢的人 得到爱情的机会 会更大哟 探长可是等着你成功 追上茉莉女神呢 优秀的女神身边 除了眼前的男生 还有深白在记忆中 一起度过的青春岁月 那些无法 也舍不得忘记的人 曾经单纯快乐 充满阳光的青春岁月 永远是记忆中的样子 彼此眼中的对方 也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总是一不小心 就红了眼眶 如果在前面都能红着眼 也不会能红着脸 用到你从从从 好了 粉丝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知道沐建峰和茉莉 还能走到一起吗 赶紧搜索 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热情密探 回复在一起 获取剧情走向 更多精彩好玩剧情 等你来聊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